很多新手同学买了PS5之后 开了港幅的二档会员 不知道该玩什么游戏 那这个视频推荐几个我认为不错的 首先进入会员 找到这个界面 这有一个叫游戏目录 这是二档库的所有游戏 下面正式开始推荐 排名不分相后 双人成型 本地双人游玩 值得推荐 一个人就算了 麻布仔大冒险 这也是极力十分推荐的游戏 可以单人双人三人四人游玩 同屏游玩 这游戏和双人成型不同 它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双人成型操作没有这个难 特别是想全收集 神秘海域四合集 其实这是两部游戏 强烈十分推荐 游戏非常简单 有自动瞄准 看故事情节非常好 最终幻想七重制版第一章 这个游戏十分推荐 虽然我只玩了一部分 如果没玩过至少玩一个小时 对妈岛之魂 这个是极力推荐的 一个小时没玩进去 建议给两个小时 如果两个小时都玩不进去 那就算了 买二档裤 这是必玩的游戏之一 战神四 买PS5 PS4的同学必玩的游戏之一 如果想买战神5的同学建议先玩战神4 它在PS5上有4K60帧 而且各方面评价 我感觉比五代可能还好一些 不一定要求白金通关 只要体验了剧情就可以了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 这是黑蜘蛛 没玩的同学建议玩一下 索尼第一方出品 估计也不会出库 想买蜘蛛侠二的同学建议先玩一下这个游戏 看看是不是你的菜 反正不是我的菜 一代红蜘蛛我也买了 玩不进去 二代黑蜘蛛 我也玩了也玩不进去 所以说即将发布的二代我不想买 瑞奇与叮当 索尼的第一方游戏 值得游玩可以一试 同样至少游玩一个小时 手感很不错 就是有点非手柄 感觉这款游戏不会出库 这是地平线二 还有一个地平线一 这两游戏画面都不错 我也都玩了 第一代我也花钱买了 第二代入库了 我就是玩不进去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这也是开放类世界的游戏 画面真的很不错 索尼第一方出品 值得一小时尝试 一小时不够 给两个小时再删 以上我说的这个极度推荐 建议第一次玩PS5 或者PS4的玩家 先尝试这几款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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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